蒙面人光天化热当街抢金氏 事情发生在森美兰瓜拉壁牢 两名手持扒冷刀的歹徒 今早在金店后巷 向两名金氏供应商下手 警方随后证实 抢匪夺走了两代 市值大约180万令吉的金氏 目前正在从 截火抢劫和持截抢劫的角度 调查案件 追捕嫌犯 网络疯传一段闭路电视视频 画面上可以看到 两名男子停好车后 拿着背包一起下车 没想到这时候 一辆银色轿车突然停在车后 出现两名手持扒冷刀的蒙面人 分别追逐两名市主 两人第一时间丢下背包 才得以保命 歹徒得逞后 马上乘坐银色轿车离开现场 曾美兰总警长拿渡 阿莫扎菲尔证实 今早十一点半 花拉毕劳巴沙拉布鲁附近 在一家金店后巷发生了一起抢劫案 相信两名歹徒抢走了两代金氏 重达七公斤 市值大约180万令吉 当局正从刑事法典3955 截火抢劫条文 以及397持卸抢劫条文 立案调查 追捕再逃嫌犯 监察宪官 称之博 大约4位 大约4位 未来 本人 不沉 感谢观看